哈喽 你好 欢迎来到最实际的幸福教学 我是星红 今天的这支视频呢 非常特别 我们要为单身的男性们 谋福利了 因为每一期呢 当我们在做视频分享 怎么样成为一名高价值女人 有吸引力的女人的时候呢 我就会收到一些男孩子在底下留言说 星红 可不可以分享呢 到底要怎么成为有吸引力的男人呢 其实那个在底下留言的人是我 你很缺少吸引力啊 所以呢 应观众的要求呢 今天呢 我们就特别的做了一集为了男生而做的视频 就是男人啊 到底怎么样成为一名有吸引力的男人 怎么样成功的追求你喜欢的女人 所以呢 我就邀请到了Alan 来到这个视频当中呢 也同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男性的角度 嗯 OK 那我就正式的开始 第一个呢 对于女人而言呢 非常有吸引力的男人呢 是有计划的男人 嗯 难怪啊 这一集视频后呢 我想呢 很多的女孩也会很想要分享给男孩 你要看啊 你要理解我啊 为什么呢 因为 那是说的 那是说的 女人喜欢男人 跟签计 女人呢 天生就喜欢一个有规划有计划的一个男人 他懂得今天的约会要去哪里 几点要出门 什么样去到那一边 然后去到那一边的时候呢 要做好research 这个东西什么好吃 这个东西不好吃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activity 女人会喜欢一个男孩子有一个计划的 这可能就是一种男性特质吧 女人就会偏向于喜欢这些有导性的 有方向感 有领导力的 他懂得say what he wants 有主见的男人 对 所以这会特别的引起女生的吸引力 你是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安全 我不需要计划 然后你都已经计划好好的 而且你的plan也很work 嗯 好的 我会再计划一些东西的 那打一个比方呢 那在我跟Alan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呢 通常啦 Alan都会参考我的意见 然后跟着我的意见来去计划 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每个星期五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约会 一个Friday night的date 那所以Alan就会参考呢 一直我所说的 可能我平时提起的 我想要吃些什么东西啊 我想要去哪里啊 他就把这些东西记住 然后就在那个Friday night的 dating的时候呢 计划好 嗯 这会让我觉得 哇 这个男生 很有思义 难怪星期五晚上你都对我特别好 哈哈哈哈 第二个呢 会让女生觉得非常有吸引力的男人 就是懂得关心聆听的男人 嗯 嗯 那女人呢 其实是想要被理解 嗯 被包容 他想要呢 当我在说话的时候呢 那个男生可以感受我的情绪 他可以明白 我到底在分享什么 所以一个男人呢 如果你很懂得 仔细的去聆听一个女人 然后能够真正的站在他的角度 去为他思考 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 你会让那个女人觉得你非常有吸引力 有什么例子呢 是 如果当一个女孩子分享的时候 不该做的东西是 这是Alan时常犯的错 哈哈哈哈 就是 给予太多的解决方案 嗯 对 每当我可能情绪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去找Alan分享 就会分享说 唉 我觉得呢 自己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这样子做好像不对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Alan就会给我一大堆 10万个解决方法 哦你可以这样子做 你可以这样子做 你真的要这样子做 那样子做 可是我就会听着他 听 我不需要你的解决方法 我只需要你聆听 哈哈哈哈 那 因为男人的本性呢 是想要解决问题的 当一个女人来去找你聊天的时候呢 尤其是他有说到一些问题啊 哇 男人的天生的那个problem solver 马上出来的 对 哦 OK 女人有问题了 OK 马上给他一个答案 如果我能够给他一个 最厉害的答案 那我就是一个英雄 有就是有能力的 就是你说到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 分享自己的烦恼的时候 男孩子其实会直接给 solution 其实我觉得是男孩子的天心 我们真的是要 solve 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 你们总是要给solution 嗯 没有聆听 所以让女人觉得 you don't understand me 那你就没有吸引力 所以我每次当星空 就是有想要跟我分享自己的心情啊 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很多时候聆听不是我 natural会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男生来说 聆听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 然后以我的经验来说 其实聆听比给解决方案 所需要更难 所以男人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在这个女人的面前啊 表现到很有吸引力的话 那先聆听 不要给解决方案 不管你的解决方案有多么多么厉害周旋什么都好 女生要的不是你的解决方案 他要的是你理解他 你真的明白他 当你真的明白他 哇女生会觉得 哇你真的是那个对的人了 哈哈哈哈 然后第三个呢 会让女人觉得这个男人有吸引力 其实当他对他的态度呢 是独一无二的 嗯 那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会想要得到attention 就是让女孩子觉得他是significant 是的 是的 所以当一个女人啊 他感受到一个男人给他的那个照顾啊 他对待他的方式啊 是独一无二的话呢 这个男孩子会很有吸引力的 嗯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 然后你只对这个女孩子呢 有特别的关照的话呢 哇这个女孩子真的会觉得 呀 你真的是在乎我 就代表说 这个女孩子要知道的东西是 你这个男孩子 身边有很多女孩子 但是你只对我好 嗯 是这样子的意思 对对对对 哇这个直接是加分加分加分 对 这就是更加分的 不管你身边有没有很多女孩子啦 当你真的是很专注对他很特别的话呢 嗯 那这个女孩子会觉得你很有吸引力 比方说可能他身边都有很多的 不同的男生 可能就对他示好 但是你做的事情就非常的特别 你跟其他人做的不一样 女孩子就会直接觉得你是有吸引力的 那对你来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呢 我又做些什么 让你觉得很特别的事情 很独特的事 那Alan很独特的事情是哦 比如说啦 很多男孩子要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买礼物 送东西这些东西很正常 可是Alan呢 不一样的是 他亲自做食物给我吃 哦 那时候他追求你 对对对对 所以Alan跟其他男孩子很不一样 他不是买现成的东西给我 而是他自己亲手去做的 那我做了什么呢 每个早上呢 哎呀虽然这面包啦 每个早上他给我的早餐呢 并不是他自己做的 是他的妈妈给他的早餐 但是是一个亲手的 带来的东西 我也是有做亲手做 然后Alan除此之外呢 他也有亲手做sandwich给我啦 我也是亲手做suit给我啦 对 虽然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不是很贵重的东西啊 但是我看到的是那个亲手的诚意 嗯 然后你看到的是诚意 对 那个是很stand out的 那很不一样 而你在说的东西就是一个男孩子的诚意 会让一个女孩子感觉到有吸引力 就是很吸引力 不只是诚意 他也很不一样 第四个呢 会让女生觉得男生有吸引力的 是懂得触动自己的卫生 哦 对 这个非常非常的基础 嗯 但是女生其实还蛮在乎这一点的 嗯 很多女孩子在寻找自己伴侣的时候啊 他会觉得 哎我要找一个外表啦 可以看一个男生 其实他们指的并不是这个男生啊 鼻子要很高跳啊 身材要很好啊 这些一部分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 那些好女人啊 其实很在乎的 是这个男生懂不懂得自己 管理自己的衣容 自己的仪表 他有没有整理自己的卫生啊 就像他穿衣服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皱巴巴的 或者是很干净的 还是他身上是不是有散发一种乖乖的味道 然后还是他真的是很照顾自己 头发有没有疏离啊 自己的这个 胡须啊 有没有打理啊 有这些都是对女人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 大家都很在乎 我带我的伴侣出去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让人家感觉 哦我是选择对的人了 所以如果我自己都觉得 呃这个不行 我带不出去 我不能带去介绍我的家人 不能带去我介绍我的朋友的话 那自然的女人也不会想要跟你在一起啊 他们会一同时间考虑到 我所在乎的那些人是否会接受这个男人 女生也会这样子考虑 那那如果会不会说 如果这个男孩子他对自己的打扮啊 没有很干净啊 不懂他这样打理自己 那女孩子也会担心说 如果他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的话 嗯嗯嗯 我们的未来是非常的邋里邋遢的 这也会给一个女人那种感觉是 你有没有责任感 嗯责任感 他能够依赖你 你是不是一个担当的一个男人 这一些其实也是女生在观察的 就是从他的注重自己的外在开始的 所以你说到 如果一个男孩子会打扮自己是 需要穿到很像很名牌的东西吗 并不是 还是其实普通的东西就可以 对 我觉得更重要是干净 然后整洁 整洁 像我每个女孩子的 preference都不一样 嗯 你也可以从这个女孩子身上去观察 像是以前啊 我会比较喜欢Alan穿 白色的衣服 哈哈哈哈 那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 其实喜欢的那个外表打扮都不一样 也不能说同意的 就是女生喜欢什么样的打扮 女生不喜欢什么样的打扮 但更重要的是 我更注重的是 这个男生有没有干净 嗯 真气很重要 嗯 第五 让女生觉得非常有吸引力的男人 就是努力滴滴的男人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吧 是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女人都不会想要跟不太积极的男生相处 是因为在我们的身边都有非常多很优秀的女孩 嗯 那她们很优秀 她们也想要找自己的另外一半去建立更好的未来 嗯 所以男人到底有没有积极啊 有没有上进啊 就是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到底好不好 那我觉得因为女人呢也被这个社会的灌输就是 以前的女人比较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伴侣嘛 但是可能在前期 她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多成就的时候 她也想要这个积极的努力 是的 就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积极上进的人就会去寻找解决方法 嗯 积极上进的人就会主动的去找可以帮助她的人 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上课 来去解决她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然后不积极上进的人就会 我们人都不想要接近这些会散发负能量的人 所以当我一直感受到这个男人啊 就算他有吸引力 我觉得他很好看 或者我觉得他他对我很好 但是这个男生总是散发一种很悲惨的感觉 女生自然而然不会想要接近你的 所以你说的积极上进是更多是心态对不对 嗯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男生会很在乎说 自己是否有成就 自己成就就是material material就是我车啊房啊 男孩子其实会对这方面感觉到不安全感 男孩子会觉得我如果没有车 我没有房 那我就不应该有另外一半 这是男孩子很不安全感的地方 所以这个如果男孩子呢 总是以这样子的想法来 当我很有钱了我去吸引女人的话 你吸引来的女人都只是想要你的钱 嗯嗯 确实 所以其实在世界上很多的女人是很好的女人 她们都是很愿意一起努力的女人 她们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我已经很有成就的男人 她们更介意的是这个男生是否有不断的前进 是否有努力有想要改变自己的心状 如果是的话她很愿意和你一起努力 嗯 就好像我刚才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的 嗯 都是靠我们一起努力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也并不是说我需要找一个有成就的男人啊 那不是我要的 因为对女人而言啊就算我找一个有成就的男人啊 我自己也有不安全感耶 我不知道这男人什么时候会把我抛弃 嗯 因为这男人身边有不缺女人啊 所以我我也是愿意的去努力来去获得属于我自己的爱情啊 嗯 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五个 让你成为一名有吸引力的男人 第一点呢是有计划也规划的男人 第二点就是理解女人 包容他明白他的男人 理应听他 第三点对他很特别很独一无二的男人 嗯 第四点懂得注重自己的卫生管理的男人 还有第五点努力上进的男人 如果你都拥有这五个特质 那你接下来就需要在这女人面前来去散发这个特质 那你就会让这个女生觉得你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嗯 晚上我要test一下在你的面前散发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记得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周六都会上载新影片哦 不要忘记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男人知道